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学习戒意会见 戒意会见当中 前面已经讲了 八大功德藏 也就叫做八大鞭词 今天进行结尾 自在福布里 无尽八大藏 佛菩萨赞叹 称善戒护诸 就是讲这个颂词 前面已经讲了八种鞭才 我们通过闻思修行 获得了八种鞭才 获得了八种鞭才以后 从那个时候开始 时时刻刻 不会离开 也就是说 完全获得自在 富有无量无边 无尽功德的法杂 也就是说 八大鞭才 那么具有八大鞭才的人 成为一切如来的太子 或者一切如来的法子 那么这种人会受到了 十方诸佛菩萨和高僧大德 以及世间当中的人和非人 一口同声的赞叹 说他是大德 佛子 或者持名字 智日等等 很多的赞叹 所以这种人 不但受到了诸佛菩萨的赞叹 而且很快的世间当中 自己都会成为三界火柱 天上 地上 地下的整个三界当中 成为火柱的 我们世间的导师 正等觉 佛位 获得这种佛位 因此我们现在 作为一个修行人 应该知道 获得八种鞭才的方便方法 当然这个方便方法 前两天也讲了 依靠四种力和四义 来进行闻思修行 这样获得了这种功德 获得这种功德的时候 就像《华严经》里面 所想的一样 就是以这样的诸佛菩萨的赞叹 会自然而然获得的 所以我们平时 大家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有些所有的八种鞭才 现在并不是很快的时间当中获得的 但是我们要对基本的这些功德和 基本的这些修行方法 一定要认真地去做 认真去做的话 应该变成一个很好的修行人 很好的修行人 其实我们世间当中 很多人也会赞叹的 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各位里面 真的不管是法师也好 然后很多修行人 从他各方面的行为和一些智慧 利他的心 在功德方面 大家都非常随喜的 人与人 表面上看来都是一样的 但是实际上还是 根机 修正 很多方面都是有一定的差别 所以我也非常希望 我们这里在座的各位 真正的八大功德章 现在完全能获得当然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你在修行过程当中 最起码也是要当一个 比较真实的 比较实在的 具有人格 人品的 这样的一种修行人 然后尽量自己的发心和行为 往利他的方向去造作 那这样一定会受到众人的赞叹 如果受到众人的赞叹 那么我们如愿看不见的 诸佛菩萨的很多的赞誉 也会自然而然得到的 当然我们得不到 这样的主要的一些违缘 我就经常想 前面也讲过 就是我们自己的我执 无始以来的 特别可怕的执着 这种执着 对我们的修行 包括获得八种变财方面 有很大的违缘 所以我们修行就像以前 噶登派的大德们说说那样 应该将自己的 一切自私自利的心 作为对质的对境 来进行修持 其实真正有些 按照传承大德的教言来去做 我们自己特别强烈的 执着的一些贪心和诚心的对境 应该说是宛如坐岸的梦一样 没有特别执着的必要 我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佛教徒 他写的一个歌 听的歌词还算是很好的 说是太阳星星挂在天空 月亮倒影水中 然后童年的梦 谣言的梦龙 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地方 觉得里面有些内容 的确是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很多的执着 全部都是 其实童年的一种梦 这样的梦 我们特别认为是私有 而去执着的的确确 也是没有实在的意义 所以我们有些人 可能是在没有学佛之前 你的有些行为 特别地去执着过 但是这些执着应该说 没有实在的意义 没有实在的意义 因此大家在这些修行过程当中 一定要对一些无私有的东西 不要特别去执着 如果没有特别去执着 然后尽心尽力地 往利他的方向行持 那一定会修持成功的 啊 修持后成功的 宣说如此恒良之果 下面就讲恒良的果 那么恒良的果 其实前面已经能宣说和所宣说 也就是说 前面已经讲了 所量的二地 然后能量的二力 二力指的是生意智慧和世俗智慧 那么通过生意智慧和世俗智慧来 已经所觉着的 所觉着的这个法 最后获得的果是什么样呢 我们每个人应该有一种 获得的果 这个颂词应该是这样的 正量佛陀余 正量佛陀余 一量成立果 两道圣定戒 减量余地果 他这里就是说 看为正量的 看为正量的是什么样呢 其实就是佛陀的语言 佛陀的佛经全部是正量的 然后佛陀的正量 通过什么样的来了知呢 我们应该说以现量 比量 或者以世俗量和生意量来知道的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些 所有的焦点也好 所有暂时究竟的一切语言 全部都是真实语 无有虚妄的这种语言 那么这个通过什么样能了知呢 应该符合实际道理的 现量和比量来进行了知 一量来成立的 而并不是说 我们佛陀所说的是这样的 那么这是一种传说 这是一种虚妄的假说 不是这样的 应该说是完全是用佛陀有利他者 或者他的语言 世间上唯一的一切闪烁当中 他是最千真万确的 应该说是谁也没办法破的 因此在陈南论师的《计量论》里面也说了 精力地量 欲力身 大事三事救护者 这一个颂词就赞叹了 佛陀利他的心 成为量师父的 等等很多的功德 然后龙猛菩萨说是 我其树里佛诸说中第一 佛陀所说的一切语言 我们世间当中的 任何语言当中应该是第一 谁也没办法逼得上他 因此我们如果真正去好好地 学习有关的一些经论 我们世间当中是 称为利自在 法称论师在《适量论》当中 已经讲了称量品 佛陀称为量世物 尤其是在四数量方面 加以衡量 成立佛陀的语言 全部都是称为正量的 然后龙猛菩萨人们成为 获得第一地菩萨的龙猛菩萨 佛陀亲自授记的 他在有关的论典当中 也是叙述了佛陀所觉着的 深一地的道理 深深方面的道理 通过他的语言和论证 我们也知道 佛陀完全地 通达了一切空性的法力 除此之外世间的任何一个凡夫人 也没办法知道 这样深深的意义 获得第三地的五足菩萨 在他的有关论典当中 也是在广大方面的 所有五道师弟的一些教言 也是讲得非常殊胜的 那么通过他的教言 我们也会知道 有关的一些地道的案例 和世间的一切广大方面的教言 唯一的佛陀才能通达 其他世界上都没有任何人通达这一点 所以我们真正学习 龙猛 无足以及法成论师 成那论师等等 印度这些高僧大德们的教言 或者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 自古以来历史上的 高僧大德们的这些教言 我们如果一一地去学习 最后应该知道 佛陀真正成为量世物 而且佛陀所说的正道 全部是正确的 那么这样的道 我们去修持的话 一定会远离世间当中 一切的苦海 而获得了寂静涅槃 这一点大家从内心当中 会生起一个不退转的信心 不退转的这种定解 这种定解在我们修行道路上 难能可贵 极为难得的 因此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 现在一定要对佛陀成为量世佛 佛教成为正量 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口头上所说的 从发生内心 这种内心也是 任何一些世间的人来进行辩驳 不被他转 不被他所堕的定解 要从心看胜处 由然而生 在那个时候你就成为一个 名副其实的真正佛教徒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 能见到什么样呢 就是量的果 什么是量的果位呢 也就是说 包括天界在内的世间当中 人们共存的一些智日 或者声闻 缘觉 现在人们所喜欢 提倡的一些科学家 文学家等等 他们所有这些草群的智慧 来进行衡量的时候 难以通道的这种真理 完全能显见 完全能照见 在那个时候真是 世间当中的一切邪魔外道 一切邪宗分别王 大家也是没办法 能摧毁你的这种见解 应该在《孟明菩萨》 有一百五十个佛战记 佛战记里面说 师兄真实教 邪宗闻习经 邪宗闻习经 莫王怀老行 任天生生行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世间的雄师 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 所说的真实的这些教言 实际上的任何一个邪宗 他们听到之后形成恐惧 包括莫王博训在内的很多 知道是佛教内容的时候 他们都会心灰心灵的 包括世间的天人等等 这些人听了之后 具有善愿者听了之后 从内心当中 也是生起欢喜心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真正的 佛陀的这种教理 任何一种真理 也是无法相比的 我们在座的各位 应该是对佛教 麦彭仁波切 在《顶戒报道论》里面 所讲的一样 并不是口头上的 应该是以随法的信心 不是随信心的一种崇拜 不是这样的 随信心的崇拜 也有一种秘密性的成分 所以不管你是老年人 年轻人 你看你通过 学习佛的教理之后 最后要完全明白 世间上虽然有很多出名的人 虽然有很多 大家特别崇拜的 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有些明星 歌星 或者是世间的一些领导 总统 这样有成千上万个人 都是开始追求成战的 这种人物都是比较多的 自古以来到现在的历史上 比比解释非常多 但是真正是 远离一切过患 具足一切功德 尤其是对众生 宣说解脱道方面 无以论比的道士 就是我等大师 释迦牟尼佛为主的三十诸佛菩萨 除此之来 世间的这些意义分别联络 表面上看来都是 好像他们也是说的是花言巧语 让无数的众生 也是被隐忧 可以说 心不得不转现于此人 但是实际上 我们跟着他 我们听着他 有什么实在的意义呢 真的没有意义的 现在我们 不管是到哪个城市里面 有无数的人特别喜欢一些歌星 或者一些明星 其实他们所唱的歌你听了之后 对你的精神来世有什么 只不过暂时让你迷惑而已 暂时让你迷惑而已 多么好听啊 这个声音那么好啊 他的利用 他的价值就是这样的 但是佛陀的语言 不是这样的 他从价值方面也好 所以对我们今生来世的利益方面 大家应该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他这里也是说了 应该从根本上生起信心 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下面就是说 摩山威仪 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造论的方式 还有一个回向善根 首先第一个造论的方式 佛陀具足这方面的功德 所见极为清净 佛陀的智慧面前 一切世间万物的真相 就撩柔至上 全部见得清清楚楚 然后对世间当中的 没有动达这样的 一切诸法真相的众生 生起周边的大悲心 大悲完全都是得以究竟的 所以法称论师在诗量论当中 宣说佛的功德的时候 主要从两个方面讲到 一个是智慧 一个是大悲 在这里也说了 一个是所见清净 我们凡无人 所见没有清净 我们全是有愿意所见的 有遮蔽的 没有俱见 而我们的大悲心 我昨前天所讲的那样 还是有界限的 有条件的 并没有诸遍一切 而佛陀完全是相反的 因此《诗量论》当中也说了 有悲骨 散说 有知 耳敌说 以智慧的话 完全通达一切诸法的真相 所以我们佛教当中 佛陀以智慧宣说空性的真体 名言的真体 以悲心的话 宣说了一切众生 如何从苦海当中获得解脱的 最殊胜的方便方法 因此说 他这里具有智慧和 具有大悲的佛陀 所开始的这个道 我们已经获得 就是我已得到甘露为 圣迹利息光明无为法 犹如甘露发行我已得 以前佛陀获得证悟 大持大悟的时候 也是这样说过的 因此像这样圣迹利息 像甘露一般的法位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带呢 就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 四种道理 还有四种意志 这种途径可以获得的 因此我们在座的道友们 大家都是应该想一想 这次莫方仁波切的论典 虽然有一百多个颂词不多 但是在这里面 给我们讲了一个窍诀 这个窍诀是什么呀 佛陀所证到的境界 高僧大德们所证到的 犹如甘露般的真正法位 那么通过四种正理和四种意志的方法 这种窍诀才能完全获得的 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方法 除了极个别的一些 前世有缘的离根者以外 一般的普通众生得不到的 所以现在世间当中 有很多人修行 真的成了盲修下令 非常可怜的 分相赐甘露 染于赤浊世 犹犯祈祷 这难常发妙味 坚持已经与最近侥幸住 像素这样的 甘露妙法的醍醐味道 这种美味 其实应该说是 如果因缘具足 各方面的条件和因缘聚合 每个众生都可以分享的 都可以得到的 因为每个众生都具有如来藏 佛陀对所有的众生 都这样宣说的 但是自己真正能获得 还是有一种缘分的差别 比如说我今天 再给你们所有的人 包括电视面前的也好 或者在在座的各位面前 都已经讲了 麦彭仁波切的甘露教法 但是下面是不是每一个人 都得到非常大的收获 也不一定的 有些人有信心 有善根 有各方面的希求心 这次我们学习这部论典 以后可能众生当中 乃至生生世世 对他来讲是所以匪浅的 然后有个别的人 不但是生不起信心 反而可能生邪见 也有这种可能 极少数的来讲 也有这种可能 所以众生虽然是平等的 佛陀宣说法门的时候 也是平等的 但是根据众生各自的因缘 所得到的方面不相同的 尤其是现在至于末法时代 无助非常猖狂的 这样一种恶劣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当中 虽然佛也宣说了 如甘露般的妙法 但是很多人背道而驰 没有按照 依靠四义和四种正理来 开始希求佛法的甘露 并没有这样做 既然没有这样做 那他因缘具合 所得来的果是不可能的 因此很多人 很难以品尝得到 真正佛法的正理 这一点不仅是现在 我们以前佛陀利凡之后 《世经论》 也是在《俱舍论》的后面说 本世的世间密幕 已经实现缘解 然后堪为真人的 这些大多数的 像目犍连 舍利子等等 这些也已经怨起了 然后没有天真谛的 一些方式者 那么依靠邪分别来 扰乱佛教 当时《俱舍论》的后面 也这样讲的 那么那个时候 像《世经论师》 还有世间当中真正的 像成为第二大佛陀 许许多多的高僧大德 也是在世的 但现在真的是末法时代 末法时代的时候 有关《南远经》当 有些大乘经典里面也说 邪师像恒河杀手那样 非常多的邪师说法者 确实是现在要说真理的 符合实际教理的 这种上师也是像 白天的行星一样极为罕见的 而说一些邪道分别 这种人算是比较多的 在这个时候 许许多多的人 根本没有尝到真正佛陀 成为梁师傅所讲到的 耳力所成的 上面所讲到的这种真理 这是很多人根本没有通达 非常可惜 所以门佛仁波切见到这种 此时此刻他已经见到了 现在末法时代的各种状况 各种特别的情况之后 心里面自然而然 对这些可怜的众生生起非常清净的 利益他众的意乐 看见现在的这个时代 很多人都根本不懂 佛陀成为梁师傅 对佛教的真理要生起信心 通过失礼 失忆来起真心 根本没有这个 所以生起悲心 还有对佛法如意宝 有非常诚慈 恭敬的心来 专注了这个戒意慧见 所以当时 门佛仁波切做戒意慧见的心情 一方面是对可怜的众生 生起极为怜悯之心 另一方面对佛法如意宝 生起极为难得恭敬 或者说非常敬仰的心情来 开始专注了这部论典 我们这次学习的时候 也的确大家应该有这样的 我个人来讲 还是有很难得 再加上的确现在很多人 不亦认知而亦法 这些道理 我在翻译的过程当中 也真的这样想 哎 这个翻译出来 赶快早一点讲的话 不敢说是所有的人 极少数的人可能也许起一点作用 因为现在很多人 只是义人 不义法 义法的人很少很少的 真的是对这些人 生起一种悲悯心 再加上对佛法如意宝 还是有一种恭敬心 难得心 还有觉得非常珍贵的心 以这个心 我翻译的时候 也的确有这样的 不敢说是无有轻作的 但是也有这样的一种分别念 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 听说的时候 也应该以难得和悲悯之心来听说 以后有因缘 有具足条件的时候 把这个法宝 也在弘扬到世间当中去 这样我想 像麦彭仁波齐这样殊胜的论典 真的是对许许多多的人 应该说利益无穷 下面是回向闻啊 回向闻 愿此四所生 无构回生力 略所知善根 众曾闻出过 那么最后 回向的必要是什么呢 因为通过前面 想想细细的观察 而获得四所生会 大家都知道 四所生会 没有任何的苟然 我们一般的世间人 作论典的话 可能有自私自利的心 还有一些名为利养的心 还有一些 各种目的 现在不管是有些人 翻译也好 或者说写作业 还有很多很多的手本 都有不同的目标 在短暂的即生当中 有些是为了搞名声 有些是为了搞虔诚 有些是为了搞这个那个 但是麦彭仁波齐 他这里宣说的 四所生会当中所产生的 无构智慧而产生的 上面所讲到的这些道理 戒一会见的道理 没有这方面的过失 略所知三个 当然这个不是很广的 应该说是 比较简短的篇幅 其实它涵盖了所有的 浩瀚无边的 显宗和密宗的 一切经典和续部 因此表面上 可能我们只有一百四个颂词 但实际上它能包括了 所有佛陀的这些教法 那么这个所说的善根 愿很多众生获得利益 逐渐让他们都成为 文殊十利菩萨的真正果位 所以我们文殊十利的这种果位 尤其是听到文殊的一些名号 很多的功德 真的是不可思议 我在《入行论》里面讲过 以前我写的《五台山志》 这后面讲了一些文殊菩萨的一些 听到它的名号的功德 我们发愿连文殊信咒的功德 这些都是讲过一点 前一段时间 在网上有一个居士问 说你讲了那么多的 文殊功德 那所有的人都只学文殊法 不学其他的法怎么办呢 你这个后果怎么负责 后来我说 这个都不一定 虽然文殊菩萨的 功德非常大 但是因为众生的根机不同 我就教一个比喻 比如说我们世间当中 比较珍贵的厂里面 这个山林车 还有其他的车 打山林广告的人说 山林车如何如何好 我们不用担心 所有的人会买山林车 因为它真实的广告当中 有些人虽然知道这个车很好 但是他不愿意买这个 他买另外一种车 同样的道理 我们人的根机是不相同的 我同样赞叹观音菩萨的功德 又赞叹文殊菩萨的功德 很多人可能对文殊菩萨起信心 也有一部分对观音菩萨起信心 所以每个众生的根机不同 我们赞叹一个佛的功德和 一个佛的名号 其他的佛全部都没有人度化的 不用这么担心 所以我们有时候 没有闻思的时候 可能这方面担心也比较多 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 但是门菩萨菩萨我们也知道 很多论典当中 他也是实际上就是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在先 这是人们共争的 但是在显现上 不管是任何一个论典结尾的时候 经常愿众生获得 文殊菩萨的果位 在顶礼剧的时候也经常 顶礼本尊文殊菩萨 这是你们看过 孟文殊菩萨的传记 也应该知道 文殊菩萨有生生世世的 不同的一些因缘 因此老人家的一些论典当中 经常赞叹文殊菩萨 其实我们上师如意宝 也是同样的 一个是对文殊菩萨 赞叹比较多 回向的时候也是 愿得文殊菩萨的果位 还有上师如意宝 对文殊菩萨的赞叹也相当多 因此最后回向的时候 就这样的 三个回向给众生 众生获得文殊的果位 这样来回向的 最后他借以慧见 其实是受到文殊菩萨的一种加持 加持它就比喻成 璀璨的日轮 就璀璨的日轮 然后我们修行人心的莲花 就是依靠 璀璨的日轮的光芒来开启 这是以心 通过信心来开启 啊 因为莲花 你没有趋向眼光 它不可能开启 因此人像莲花般的心 一定要以三种信心的引发下 它可以有证悟 有这个机会 然后如果这样的 一个是文殊菩萨 一个是我们心心的莲花 开启的因缘具足的时候 那自然而然可以 流露出来很多闪烁 上面所讲到的这些 闪烁和善妙语言的蜂蜜也好 或者是花质 花质点点滴滴地可以涌现出来 而空缘出来 这个时候愿所有的善缘者 具有殊胜前世今生当中 对大乘佛法有一定因缘的 这些蜜蜂自然而然集聚 意思就是说 莲花仁波切他这里面 有一种形象化的比喻来 逆人的手法来说明 我们谁获得了 文殊菩萨的加持 那么心里的这种奥秘 和心的本性 自然而然会开悟 那么那个时候 这个人自然而然能说出了 许许多多利益众生的 善妙的这些语言 你如果能说出 善妙的这些教理 那么你的有缘的弟子 蜂拥而上 自然而然集聚在你的身边 那么这个世间当中 就像是 眼光出现的时候 莲花会开启的 莲花开启的时候 花蕊里面的花质 自然而然会积聚出来 那个时候十方的蜜蜂 自然而然会集聚的 同样的 这样的一种比喻来说明了 我们后学者 大家应该对文殊菩萨有虔诚的信心 经常去祈祷 祈祷之后通过文殊和自己的信心 这两种因缘具足的时候 应该为开智慧 开智慧以后 你就出口成掌 不用天天都是 苦苦地背诵 不用 就像我们上师如意宝那样 每天都是 也不用背诵 也不用念什么 每天都是这样修行 但是一讲经说法 做什么事情呢 沉默文殊菩萨的这种加持 全部都自然而然 流落出来了 在那个时候 上师如意宝的 有些道格里面也是有 不用什么特别轻足 苦修的一些知识 分别念 不用的 那个时候真的是 这个智慧的福藏 自然而然流落出来了 到这个时候 利益众生也没有任何困难 也没有必要到那里去 你可不可以到我寺院里面来啊 我给你讲法 来一个弟子的时候 他特别高兴 第二天开始准备转法轮 第二天这个弟子又跑了 又非常伤心 那没有必要 你如果真的是 开启智慧的时候 就是只要佛法三妙的 因缘具足的时候 十方的弟子 自然而然会显现 自然而然会来的 所以我们以前上师 如意宝在世的时候 根本不用怕 我们这里没有弟子 大家都害怕 这里人太多了 这应该说是文殊菩萨 和传世上师们的加持 在别的一些道场当中 不是这样的 包括我们现在藏地的很多 寺院里面 以前大概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算还算是 人比较多的一些寺院 有些法师们怎么样天天讲经说法 一天少一个 一天少一个 最后好多弟子 都越来越减少 有这种情况 因此我们在座的 有些法师 其实祈祷文殊菩萨 真的非常的重要 平时自己 当然自己的本尊 是哪一个都没有什么差别的 但尤其是我觉得 通过文殊菩萨的加持 自己的机性 自己的取舍善恶 很多方面 我们智慧的本尊 文殊菩萨的加持 真的是不离开的 因此大家都多念 我们阿拉巴在哪里 好 下面是小子 此皆一回见 我本有熟悉之意 今日承蒙智者 今一传 叫做他生 但彼奸称全亲 我经常这样想的 因为弥坟仁波切 他承认智者的话 那个人可能非常了不起 但是弥坟仁波切 传记当中 这个也不是成为特别大的弟子 但弥坟仁波切面前 他承认为智者 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 但是这个是我们讲义的作者 但讲义的作者 他自己就下面说了 本来弥坟仁波切早就有利益众生 准备写这部论典的意图和打算 然后后来就说 我当恭敬欺请 因为智者 他自己都自己没有这么说 我当恭敬欺请以后 弥坟仁波切才给我们做了 我以前也是经常想 弥坟仁波切成为智者 那可能这个人是非常了不起 而弥坟仁波切 三月二十九日一日内 我们这个背诵的话 花多长时间 弥坟仁波切写这部论典 一日当中完整 文殊欢喜 弥坟仁波切专写 愿吉祥共有一百零四颂三哉 这次我们这个节议会间 全部都已经给大家讲完了 我心里也很高兴 因为这部论典 虽然表面上看到 一百零四个虫子 但实际上希望你们以后 也真的经常要看一下 里面的有些道理 不要忘 这样对你的今生来 应该说有非常大的利益 尤其是弥坟仁波切的教言 真的相当地殊胜 这一点很多道友 也应该有所了解 所以我在这里不光说 中而言之 这次我们所讲的法 已经圆满了 愿这个功德 回向一切众生 祈愿十方高僧大德 长久住世 佛法越来越兴盛 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 获得了暂时和究竟的利益 而念诵回向文 中而言之 这次我们所讲的一切众生 我们所讲的一切众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